刚才我们这个同心跟我讨论细节说 感觉Sofin也不是很想拿此助嘛 对吧 对的 因为看他当时就没什么表情 好像还是回到 包括那个三天采访也是 你不可能说今天的比赛早到采访 肯定是最近采访 确定了 赵信 感觉夏克能找的应该是 可以拿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剩下的 前两手拿的最好的英雄了吧 刚才看Sofin了吧 格温 格温腰肌要不要直接拿 我就可以拿腰肌了 因为现在其实 因为现在其实中路你去拿卡尔 我刚想说 其实现在卡尔玛如果你去打中的话 就又有点不一样了 这边垂直我配流丝 感觉苏宁这个阵容 好脆啊 对 不是很稳 而且先手能力也不足 来 最触发守护者 往前要狂点了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双招交掉 凭借的 凭借的辅助都是来到了正面 小微这里怎么说 敢不敢上 盲峰也来了 小伙要先到 凭借直接上 小明过来了 凭借这里逼出了自己的闪现 反山就这里拉了一根线 这都直接来了 槽里面有人 但是都没有人去看 苏宁感觉一直到 槽里面有人了 但是这里哎呀 槽里面有大 但自己跑不掉了 这波槽里面有点宝了 这也没有眼 看下这边 一打二 感觉有点机会 小微这里跑不掉了 哇 这一打二有点凶啊 还拿到了双胖 这样的话两边的打也都进王了 这波先不就躲不了了 打招上来打得很满 下落这边的粉丝大重了 过来能不能摸两分不疼 不太敢摸 卡姆直接走上前 舔了一下 打招直接交 但是虚弱已经套到了嘎拉身上 奥州里身上还有闪现的 奥州里应该是比较安全 那吉克斯还是有大的 看一下刚才这波 现在回放 扫粉是真毛啊 直接就端着枪就进去了 而且刚刚小虎是不是在视野里面 走进的这个草呀 然后后面这两兄弟 真的是拿这个隔温一点办法都没有 隔温的大招全中了 是 RG好像还打算过来看一眼 至少把视野扑一扑 这个位置如果打起来的话 两边上都来 那应该是小虎会略转一点 看着他已经把线推过去了 小薇过来 看来是想抢的 直接踢下来 两边的小男都把体力量了出来 小龙回血了 嘎拉在后面把这个眼线听掉 这波AOE喷得很痛啊 小薇想找机会 蓝色防成功拿下的小龙 这边小虎赶紧摸队有逃 赵姓开了大NOC 开了大招 不过赵姓这边有点危险 感觉赵姓要死 自己交了一个闪现 拉开的距离 反而是阵亡了 先是小薇 那这样嘎拉也跑不掉了 RG正面完全溃败 反应这边也是被 金格斯最后收下 现在RG正面 只剩下上辅两个人 小虎这边 这一把感觉苏宁要复制 上一把RG打苏宁的那个套路 遭到了很多伤害 主要他被拉回了以后 交了个闪现 让对面从自己的圈圈里出去了 对 你看这边一个人躺三个 后面还被塔姆吃进去了 闪现往后拉 对 就给到了这边 很大的压力 试了很多技能 然后团一进来也没什么办法 哇 嘎拉这里是完全跑不掉啊 交了个治疗还是拉不开 RG上一部的团 捡了很多人头 这波又来捡了 小明上没有闪现 感觉小喵被卖了 没办法也救不了呀 感觉这两个人都给你搞了好久啊 是 这边又连到了小薇 小薇这边虽然是有闪现的 要不要直接交 RG正面定了一下赵姓 但自己反而有点危险 想要直接交出来 像嘎拉后续给大招 NOC的大职业开过来 看一下NOC大招 踢踢前排的小兵 直接飞照线 赵姓这里反心想换 但自己的血量太低了 还是被嘎拉收掉了这个人头 发心了 是的 看下刚才这波的信号回放 直接过来就是捡 哇 这两个人太勇了 格温加照线 顶在前面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你还只有 眼前的人可以居然到伤害 更上伤害 是的 NOC飞过来 扫本来想换 这眼神吹还是吹的 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 可还是你直接飞 格温这边交流的海上往后拉 被拉开恐惧了 这波有机会 哦 还是杀掉了 谁也不要顾住我推塔 但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赵姓来了 赵姓来了 哎呦 想在这里硬杀 被拉到的链子 塔姆也开车过来 这一波是 看一下先放一头能不能 板身要直接打的定住了 但是被塔姆吃了进去 板身一钩勾到了塔姆 小薇过去想直接倒后排 几个字 换风 没跑掉 被OC切死了 这波机会找得很好 后续还想跟 骚混这个位置 能不能走 被摆回来了 哇 这一波RNG突然发难 格温没有再抢 哇 正面在小格温的情况之下 正面RNG算是打了一波 五打四 这一波没有闪现的格温 反正一钩勾到了卡尔玛 这里想先处理卡尔玛 但是格温在旁边的程度很高 逼出了宽音的闪现 正面奥也是开了一个秒表 在这里给格温拖时间 但格温的达表结束了之后 还在剪 小明已经被剪死了 阿宾 阿宾 哇 刺杀 这就是格温 他一直捏着最后一段大招 等到人多的时候直接放 对 这边给到一个第一视角 跟剪 反正一身被逼走 然后正面奥开了一个精神拖时间 你看这个大招一直捏在手上 快结束的时候 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哇 减减减 第一波伤害就算你抓到这边 就都不一定有什么机会可以杀 是的 哇 这里直接逼掉了一个治疗 小薇开W只能交闪 金克斯一发大导弹 逼掉了小薇的精神 不过小虎绕了一个终极位置 这一波格温币如果有讯息的话感觉可大 来了直接踢为金克斯 但塔姆直接闪现过去把金克斯吃了进去 看一下还不着急往出库 送出来之后换冲又开了一个金身在这里抖 啊 终于是阵亡了 不过这个TP下来的将会是格温 金克斯阵亡 看一下格温这波团队该怎么打 一个两个还在减 三个 三段大招直接拿下三杀 这边是没有双招的在我上面走一个风轮圈在加速 哇 说实话这一波感觉RNG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完了 这里没有拨打果实怎么办 啊 其实又是一波尾四杀 嗯 就是这个情况你可能能突此后排的金克斯 但现在问题已经不只是金克斯了 就是刚刚这波机会其实找得很好 找得非常好 格温币的那个位置我当时看好像是没有事业的 然后他们直接打了一波关灯下面的五打四嘛 但是就因为我刚刚提到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秒表 那加上塔姆呢 是拖太长的时间了 嗯 拖了足够的时间 给到格温天神下凡 神兵天将 那这样我们恭喜苏宁帮回一决 恭喜苏宁 这格温感觉还是要处理一下 尤其是赵信 作为红色方向给的半个 对 就这样他们想做的这个BP交换来讲 我觉得思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最后数据 你看那个 这个缺口 这一点差点就把经纪直接全部搬回来了 这就是那波大龙 但是你看这个缺口后面 嗯 就是 就是又是格温那波四杀 对的 先看一下奔强比赛的MVP 付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给到了阿斌 对 这把感觉应该没有别人可以给了 嗯 11-1-3 对于你他4800 判判率也提高啊 93.3% 伤害占名 31.1% 嗯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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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